今天啊 负名了 多开着 我们这个宇宙详言准备卖个美国 日本 咱们先成了一个五口临时救人生 不停欲越久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 这不仔细看还以为动了一排冲啊 颜值越高 责任越大 草花潭水十千尺 不及大家松掌僧啊 掌声有请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主持人张磊 尼格买提 高度高度 笑快人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 这里是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的决赛现场 有琴 有佳 有雕牌 本节没有食品用 雕牌洗洁精 独家冠品播出 国境假期呢已经过半了 希望我们的大赛呢 给您送去的更多的是欢声和笑语 每天一上来啊 看到我们的十位专家评委往那一坐 心里就特别踏实 没错 来 热烈掌声 欢迎他们 欢迎 当然看到你 看到朱迅 看到点评嘉宾 我也很高兴 接下来时间交给朱迅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点评嘉宾 第一位就是向人表演艺术家魏文亮先生 魏老您好 这是第三天了 陪着我们 来自宝导台湾的艺术家方方 今天第一次做客我们比赛现场 欢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廖小虎老师 欢迎廖老师 记得叶胜桃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写文章不是生活的装饰或者是点缀 而是生活本身 相声小品也是这样 你离人民有多近 人民就跟你有多亲 真心的期待今天好的作品 大家精彩的表现 加油 加油 把画面交还给张力小妮 谢谢 谢谢朱迅 接下来一起回顾一下 上一场六组选手的得分和排名情况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二场小品组的排名 一起来回顾一下相声组的排名 好 亲爱的朋友们 结束到目前620位观众评委 在第二场比赛中的投票也已经全部统计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比赛的作品投票 及换算之后的分数情况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小品组的观众评委得分 来看 马上来看相声组的观众评委 投票及得分情况 请看 好的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可以说第二场小品的总分已经确定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最终的排名情况是什么 加上观众评委得分之后最终排名是 还在第一名的是 还在第一名的是老爸 还在第二名的是到底怎么了 还在第三名的是再见酒吧 我们来看一下相声组的目前排名 加上观众评委得分之后的最终排名是 还在第一位的是钱不是问题 还在第二位的是套路漫谈 还在第三位的是纠结 注意了 这个排名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没错 也许今天的哪一组选手就有可能把第一名给拉下来 一切都是未知数 来 为今天的选手们加加油 好了 在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让我们了解一下本届大赛的比赛规则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 全面创新 赛制升级 经过出品 共计24组相声与24组巧品晋级决赛 本届大赛除了专家评委 还设有来自全国各地的620位观众评委 为喜爱的作品投票 票数在评分系统中自动转化为相应得分 专家评委和观众评委分数相加 为该作品的最终得分 本届大赛设有五大类别奖项 谁能问顶桂冠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届大赛的48部作品 是从全国上千个作品当中层层选拔 脱颖而出的 虽说舞台上都是年轻的演员 但是他们拿出来的都是真本事 每一个演员可以说是八仙过海 不用船 怎么说 自由法度各显神通 但我要说 首先上场的这一位 我对他都没话说 他有什么至胜的绝章 有什么独门秘籍 小宁 你这什么都不说 他靠什么闯入了决赛 他靠的就是 好吧 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张春天 一个墨剧演员 因为墨剧受众人群比较小 喜欢的人知道的人比较少 我希望来到这个大的舞台 大的平台上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墨剧 喜欢墨剧 最好能爱上墨剧 当然能爱上我更好 希望能够拿一个好的名次吧 拿不了也没关系 因为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墨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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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唱的时尘 爱慕你的美丽 嫁衣或珍惜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谢谢 请小婷组的专家评委为他打分 有请 你好 张长剑 你好 这应该是本届大赛第一个墨剧小品 应该是 应该是 其实墨剧是很有它的艺术魅力的 它用肢体语言很简单的剧情 但是带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丰富的 无限空间的想象 这样今天在现场 你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个肢体语言的魅力 可以啊 小顿好不好 可以一个比较好看的东西吧 我能学一学吗 行 我先来一段好不好 我先来一段 他刚才犯规了 说话了 他说有 我们知道英语成语叫举重若轻 我怎么感觉这气球在你手里举轻若重呢 我来一次了 来来来 好 很重 这个也可以 谢谢 这个只是墨剧中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比较好看的东西 对 至于我们的作品有否打动我们的小品组的专家评委 我们要来看你的得分了 好吗 请评委亮分 小品生日 最后的得分 91.68分 谢谢 你告诉你啊 这不是最终的分数 明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会公布观众评委的票数和得分 好的 还会有一定的增加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呢我们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 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同时呢 也带来了很多的现代病 比如说手机综合症 备胎综合症 职业妇女病 居然还有一个叫退休丈夫综合症 这名字听起来就是五花八门的 接下来将要上场的这两位啊 据说对现代病也有一定的研究 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大家好 我叫李涵 我现在慌得不行 马上就该上台 我怎么找不着我搭档 那跟哪儿 您看见我搭档吃用症了吗 我问你怎么还跟这样玩呢 就这姿势你 你待多待一天了 知道吗 有什么 把他带着 听得见吗 那可开饭了 听不见就行 就这么待着 知道吗 一会你就废了 知道吗 这状态你肯定就废了 谢谢 不客气啊 不愿搭理 还废了 哪儿开饭了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谢谢 来到首届相声小品大赛 心里特别的激动 尤其作为相声演员来讲 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说得好啊 问问你啊 对于你来说 什么事最重要 你问对我来说 什么最重要 对了 那还用说吗 什么呀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 我就是一个小演员 我能用我至人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 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说实话 多挣点钱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 挣钱最重要 到老子一身病 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治病啊 我都一身病了 我再没钱 我活得多惨啊我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 这天都冷了啊 在家还开空调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开也行啊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 又环保还健康 是啊 老跟踏实的 开得负四那不行 你知道吗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 谁家开负四24度啊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一点不凉 时间长体内受寒 有拔个罐的都知道啊 那一是都黑紫黑紫的 是 罐里都是水 也叫寒气 那天他拔罐去了嘛 拔在脑门 做出一罐子水来 我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 是吧 我没这么说啊 你看大街上 谁倒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啊 美少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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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水冰月 人家顶的那是月盐 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不是 我怎么跟人说 我是这么说 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抱歉啊 愿我说错了 就是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 是吧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我注意什么 我活的没那么细致 老不注意啊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什么意思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 可能现在啊 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时间长了 影响你生活 大家看他嘛 除了傻 吃 呆 你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我都这么傻了 我还活着呢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 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 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 掩盖掩盖我这个傻 爸爸 我让你引起重视 我重视什么 我没病 最直观的 耳机笼 沙发腰 屏幕炎 我器官都成精了 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他只要一出门啊 必须戴个耳机 这你不能怪我 怎么了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他戴耳机啊 个儿比较大 对 王脸上一戴啊 家的脸都看不见了 还夸呢吗 夸什么呀 我这个耳机又是红 别夸都呼嘴哪好啊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怎么了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不是 开的声倍大 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 老这么听耳膜受损 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 他还不觉着 谁说的 你就是唱歌跑调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是吗 这还不注意呢 耳机就摘了吧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 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吧 只要一到家 屁股不离沙发 这你可不能光说我们了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哎 我帮你一坐啊 吐呲 连脑子都陷进去了 哎呀 还夸呢吗 我这个双方就是吼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 那如果是舒服 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不用 把你媳妇叫过来 往里一蹦你 噗就弹出去了 我一定会回来的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我是出去了一会儿 我媳妇掉进去了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 时间长了啊 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你别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 我这腰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都算呢 沙发少坐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当然了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还用说嘛 怎么了 每天晚上躺床上 关了灯 都得来一盘 闻箱 打一阵 闻子 刷一会儿 电门拍 弄一把 鲜血 不老跟着闻子较劲吗 你 不是 哪有 玩手机玩游戏啊 就拿这手机啊 是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还夸呢吗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我没这么说你们 不是得这么说 有没有 你不懂 白天工作那么忙 哪有时间玩游戏啊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我必须得超过它们 有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那还行 什么什么什么 玩一宿 就玩一会儿 那也不成啊 怎么了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 过去都知道啊 做个眼保健操 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工夫做 咱现在就来啊 现在就做 对啊 保护势力 预防禁止 眼保健操 现在开始 跟着做吧 第一节 几岸清明节 闭眼 别闭眼啊 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走走走走 第一节叫什么名 几岸清明节 那暗柔重阳节呢 那得等两天 什么等两天 那叫精明雪 对对对 还有别的呢 对 暗柔太阳雪 旁边 风驰雪 后面四白雪 这儿干洗脸 哎呀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 洗我的干嘛呀 这妆都花了我 你不知道 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己脸呢 我不 我脸呢 谁看见我脸了 我脸没了 有事有事 你脸呢 你脸呢 你是在用傻眼盖其他疾病的吗 你这还不注意呢 就你这啊 坐着这沙发 我说 玩着手机 你别说了 走路步履蹒跚 我说李涵 你再放个音乐 你等一会儿 李涵 搭搭 搭搭 搭期 过来 你干嘛呢你 怎么了 不是 你给我学成僵尸了 我至于那么邪乎吗 我 这么邪乎吗 告诉你啊 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耽误什么了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 我就是意思 说实话 耽误挣钱了 你就这套手是吧 告诉你 一手一手的歌曲 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一手一手的玩游戏 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哪有风景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什么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行 行 你别看这孩子不大 说这话挺有道理 那当然 这叫听君一席话 圣养十年猪 圣读十年猪 改不改 我改 还是的 今儿回去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不是 我有原因 怎么了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才玩游戏 找我呀 你有办法呀 睡觉之前 先洗个遮水澡 好啊 对不对 当然注意 温度不能太高 不能太烫 没事 我不怕烫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你体温高一点就行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那就紧闭双眼 侧卧在床 睡不着 戴耳塞 喝中药 喝牛奶 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不是 这办法都用了 我还睡不着呢 还睡不着 也行啊 天就该亮了 我跟你逗了吗 那是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有啊 什么办法 这小哥哥 我们可曾见过的 对 你是不是做过什么美食节目啊 你看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特别会做饭 我其实不会做饭 但是我会吃 我主要靠吃在我们美食节目里 你上一边吃去吧 我主要想聊聊这位小哥哥 年轻的相声演员 标准的九五后 但是专业不是相声 告诉大家 你学的是 管乐专业 在中央音乐学院 今年刚毕业 学的 次中音号 吹号 吹号 好好加油 未来很有可能成为 说相声里最能吹的 对 都是瞎吹 参加这个比赛 有没有为未来做过计划 我想这个展示一下自己 看看能不能说相声 能不能说相声 如果就是 如果赢了 说相声 如果没赢 还说相声 好嘞 有请我们的一号小品组的演员 来 两组年轻的喜剧演员 我们听听点评嘉宾 怎么说来出去 有句老话说得好 三年胳膊 五年腿 十年练不出一张嘴 你就看说相声有多难了 这对年轻人 您觉得说的怎样 非常可爱 非常有发展前途 小哥俩忘了一站台风 是非常的漂亮 不过有一点我还要提出来 供你们参考 做这位老先生来讲 捧豆跟之间的声音的差别 一个高拔度 一个低拔度 你要不相信咱俩人学一学 我吗 我给你捧着 我的天哪 我高拔度 你低拔度 好 快开始了 轩姐您好啊 您客气 好久没见你了 真是的 吃饭了吗 没呢 趁往这睡觉 不敢 好听吗 这种高拔度和低拔度的 你要俩人成高 都是高拔度 那怎么样呢 那就打起来了 不会吧 不会 咱来了试试 轩姐您好啊 轩姐您好啊 我在这儿呢 精彩之处和难点 在什么地方 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作品 我觉得主要是不能借助语言 而是要借助肢体动作 来塑造人物形象 来叙述剧情 我觉得你刚刚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用两只手 创造了两个人物 一只手创造了就是你 一只手创造了你的爱人的 那个形象 主要是靠自己的肢体的动作 和他的态度的准确性 和手势动作的分寸感 逻辑性 顺序性 所以是难度非常大的 要建立这种实感 方方也一直在说 要鼓励莫居 鼓励莫居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套一句蔡明老师昨天说的 真的是叫做十分耕耘 一分收获 一分收获 我们从你的熟悉表演度上 看得出来 你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鼓励莫居的同时 那么今天也给你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看到了 你想要表现的孤独 以及渴望被爱 和希望能够有一个人 去爱的整个的情感 但是你在表演当中 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 就是表演的预知 就你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 所以在那个一秒钟 你少了一个铺垫 就比如说你的衣服 一脱下来 你马上就去拿 要知道把它放上去 其实衣服脱下来 可以一秒钟的犹豫 放哪呢 就差那一点点 就很多地方的表现 只是把那个预知去掉的话 你这个表演太完美了 希望你继续努力 让我们的墨具可以有更蓬勃的发展 恭喜你 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演老人了 来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演员 谢谢 帮忙的 好 休息一下 那接下来看看你们的分数吧 请各位评委 两分 只有他们最后的得分是 92.82分 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分数 我们还要等待明天 观众评委的投票相加 谢谢二位 谢谢 共享单车都见过吧 没有 共享单车都骑过吧 骑过 共享单车都拆过吧 没有 很好 没掉坑里 我记得刚有共享单车的时候 满大街找 找到一辆 哇 中奖了 但现在满大街密密麻麻的共享单车 找到一辆能骑的 哇 中奖了 我特别想对那些不守功德的人说一声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共享单车的心情 接下来一起了解下一个节目的演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滑稽剧团的演员 我叫张晓东 嗨 大家好 我是陈思青 嗨 我是沈远 还有我 曹毅 别看我们都是80后的演员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已经待了21年 所以我们都是很有默契的 说起这个默契 这些东西我们接下来喊个口号好不好 好 好 预备 走 你到了 普通话好不好 好 预备 走 一起走 什么东西西西拉拉的 你们能稍微起一点点 默契的 听我的 一二三 一起走包袱 老子 老子 他们 哎 好 新的小黄车真的是骑得好快 我到了啦 现在有共享单车 真的是好好方便的耶 我就是她说的共享单车 不仅节省了时间 而且特别环保 骑完之后 只要停到指定的停车点就OK了 你看这个停车点就我一辆车 美女你好像停错地方了 美女 现在很多人就是粗心大意 没事 等待下一个好心人把我骑回停车点就OK了 现在的GPS定位真的很准的 这里真的有一辆共享单车 扫一扫 扫车 老公 还有人 老婆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了 你妈妈妈干嘛 我在叫出租车我找不到车 我找到了 车子呢 自行车 自行车不是车 有种比美好了 可是 一辆车 那两个人怎么骑啊 那你想办法呀 办法倒是有的 一个人骑一个人跑 我的办法就是一个人骑一个人也骑 那两个人骑一些 两个人都骑 他们要你几斤 这个车蛮老的 我两百多斤坐上去一点事情都没有 好了 老婆 上来 快点 我跳不上来 我来背你 背你 好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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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 在这个高度骑车看出去 视野不要太好 出发 我让你感受一下 啥的叫风瓷电侧 不要 不要 赶上前辈子 前辈子 我死了 你什么懒车 你什么懒人 帅死我了 老婆 我们还是去打地 就这么走了 我们就这样走了 最起码把我扶起来 起码把它锁掉 反正要扣我钱的 哎 哎呦 十块了 怎么了 起了这一点点路 扣我一块钱 什么破产 老公 这里有一个铃铛 拿回去给我们家宝宝玩 一块钱就会值得 这个铃铛不止一块钱 这什么人 不过 我还算是好的 我还算是好的 我大哥被人挂在树上 活不见人 我二哥被人推在河里 死不见时 我也就少了个铃铛 倒在马路上 会有人帮我扶起来的 你俩小话扯 谢你嘞 掃一掃上扯了 拔开霉烟 拔开霉突 不是 拔开霉妆 不是扫你 扫我 来 台语掌 骗子 上车 排过就算奇怪了 拔个朋友圈 今天是无车日 骑个共享单车环保一下 无美严无皮图感觉自己棒棒的 屁的你娘都不认识你了 还要评论了 鬼女这是谁 上车 什么破车 这么热的天还骑自行车 脑子臭臭了 别动了 不是说无车日吗 无车日你开个车算什么 这算什么环保 环保又不是在朋友圈做秀 这什么素质 大姐 谢谢大姐 您是没看到 刚才那个人太不文明 一阵间小 大开发表 欢迎介绍 贴小广告 哎 不对啊 这快一个人这么大 我贴把哪里去开啊 对 刷一刷 洗到冷冻的地方去 不要扫错啊 搞出了 嗯 一阵间小 大开发表 欢迎介绍 什么情况 二维码小广告 哎呦 碰到同行啦 同行是鸳鸭 路红又爱的 你看怎么办 小小小小小 全部换成二维码 老师瓦特伦 像一颗海草 海草 海草 水波飘摇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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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 海草 各位老品 大家好 给我双击666点个赞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哈 大家看到了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啊 哇塞 这里竟然有一个阿黄 我是车不是狗 哈哈 有老铁问我今天要直播虾米内容啊 去之前啊 我为大家直播了一分钟吃掉一个泡面 呃 呃的碗 啊 还有一分钟吃到一个榴莲 的壳 呃 之后呢 今天我就要一分钟 吃掉一辆单车 这位大哥你想多了好不好 我是要敲一敲它 那什么敲呢 登登登登 锤子 不要大哥 啊 大家给我礼物撒起来 musical 啊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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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塞 这个车子还挺老的哦 欸 我是坚强的小黄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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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哇 我告诉你了 这个车子已经倒 大家快看 他连轮胎都已经掉下来了 嘿嘿 我再来敲一下 叔叔 叔叔 呃 你在干什么 呃 叔叔我在做直播啊 各位老铁 各位老铁 接下来为大家直播 肇事逃逸怎么跑 像一个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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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小朋友 谢谢你啊 幸亏你来了 哎 哎 要不是哎呦 哎呦 小朋友 哎呦 我以为他是来救我的 他拿我轮胎干什么 哎呦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呀 今天 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呐 没想到 没想到 我竟然成为了人类的照妖精 人类在不用承担后果的时候啊 想尽了一切办法异想天开 把我糟蹋成什么样 我知道 你们都欺负我 就因为我是一辆没有主人的单车 可是你们错了 我是共享单车 我是共享单车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所有的人 都是我的主人 我为你们提供了辩解 我为 哎呦 又掉了 救命啊 哎呦 哎呦 工作人员来了 太好了 这个样子啊 哎呦 哎呦 小李啊 我这儿又发现了一辆破损车啊 哎呀 这下有救了 没救了 啊 修一修还能用的 报废吧 啊 我就要进传说中的坟场了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挂在树上 合理也行啊 哎呦 老大爷您干什么 哎呦 老伯 老伯 老伯您干什么呢 修车子啊 老伯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车不用您修啊 要报废了啊 这个车子怎么可以报废啊 你们浪费啊 哎呀 爷爷你别激动 阿姨对不起 我爷爷对自行车有特殊的感情 爷爷退休前是自行车厂的老工人 和自行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现在走在马路上看到有坏掉的自行车 就忍不住要上去把它修好 哦 那您的爷爷他是专业人士了啊 对啊对啊 老伯啊 您看这个车坏成这个样子它没有用了 姑娘 这么新的一个车子就没用了 哎 实在不忍心啊 我知道现在 我还能清清楚楚的记得 四十年前 我把我新买的一辆自行车 推进我家弄堂的时候 那个情景历历在目啊 建国啊 新自行车买回来了 这是我们弄堂里第一辆自行车 有面子 哎 那个时候自行车是紧俏商品 要平票才能买得到啊 当时我就想 我一个自行车躺的功能 如果我可以造出一辆物美价廉 能能都用得起的自行车那有多少好啊 后来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们有共享单车了 可是现在的人 对自行车的感情啊 也不像我们以前那样 你看看 这么新的一个车子 就被人糟蹋成这个样子 心里难过啊 老婆 爷爷 爷爷你别这样说 我们老师说了 我们的祖国用了四十年 让我们大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现在放眼望去 处处都是那么的美好 我相信人们的心灵一定会更加美好的 老婆 您 您刚才说的真好 其实我们共享事业的初衷是为了节约资源 可就是有些人 也许他们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的现象 而只顾不前 就像小妹妹说的那样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而我们的共享事业 就是这个 对这个世界最好的见证 是啊是啊是啊 老婆 老婆 您修车的工具在吗 在啊 带来了 有用啊 我想跟您一起修修试试看 好啊 太棒了 来来来来 哎呀 今天这一天过得真是 大爷您亲一点好痒的 三个人给我做按摩 好舒服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请小品组的专家评委为他们打分 谢谢你 今天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听到 共享单车的新声 演的好不好 谢谢大家 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滑稽戏的演员 对 我们知道滑稽戏呢 是流行在上海 以及周边地区的一个地方剧种 对 而且呢 它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的 我们知道相声有说学逗唱 那咱们滑稽戏有没有什么讲究 我们滑稽演员也有四门基本功 我们叫说学做唱 说学做唱 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今天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 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咱们滑稽戏的魅力 选一样 四样选一样 好 我们选个学吧 学 学是吧 学一个比较有上海特色的吧 好呀 是在弄堂里面的一个叫卖 火腿粽子 自由感受 八宝味 卖火腿粽子 可以啊 后面还有 火腿粽子怎么那么长 还有八宝饭 厉害了 阿拉赏海你 阿拉是假的赏海你 那我也用一句上海话来夸一下我们两位评委 学得来? 稳得了啊 好 来看一看你们的得分 来 请评委 两分 小品共享单车的一天最后得分 96点 负担6分 明天我们还将加上观众评位的票数和得分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接下来就要登场的选手 将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来给我们讲述一个经典的预言故事 来 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富浪先生 大家好 我是金岩 我叫马春然 我们哥俩这回从上海回北京给您说相声 专程来 有的观众一直问 说金岩 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长期在上海说相声 这适应吗 还是有区别 其实我说句心里话 说什么呀 没人会拒绝欢乐 没错 您说是吧 另外用黄土浆的水煮的炸酱面 让您尝尝什么味儿 用咱北海的水养的大闸蟹 好吃不好吃的您尝个鲜味 是这意思 谢谢大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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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啊 叫什么呀 专门唱这个骆驼弯胡同的 哪一段啊 名字叫《喜欢你》 怎么唱呢 您唱这样的啊 《喜欢你》 《喜欢你》 《那双眼动人》 《笑仙更迷人》 《愿在我》 《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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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人演斧子的吗 就为让我掉河里是吗 那您演什么呢 我演河神啊 河里的神仙 那当然了 那你先回河里去吧 不是 这哪有河 这不是有桌子吗 你一矮声一吨声 不就回河里 我这桌面当水面了 对不对啊 那可以可以 立体艺术啊 来来来 那跟这啊 那回去 我边上哭啊 叮叮叮叮叮叮 哎呀妈吓死我了 吓 都看着是她给我吓的啊 不是 你带我看病去 这事把病了 你得负全部责任 行 行 行 你说是诚实善良吗 你怎么还在讹人的呀 不是 本来就是吧 你这哇哇哇 这太吓人了这是 我这不神仙吗 出来有个气势吗 那不行啊 那戏剧的效果 你不是给小朋友看吗 你这太吓人了 河里的您是神仙呀 那怎么样 神仙是得有水的感觉 河里边 您左边右边 上面下边多来点 表演一下这波浪的感觉呀 那我试试啊 您这呼哈不行啊 那你得冲我速苦啊 河里出了个鲁之身 你都下来 你没听说啊 冲我速苦 我速苦我知道 你来 别碰瓷 年轻人呐 你怎么哭了 我跟您速度苦我委屈啊 你说 我这前两天坐高铁呀 我在高铁上站人家座啊 我还骂他们来的 他们拿手机给我拍的 发网上 我觉得委屈 我还 你过来 你不是让我的委屈诉苦 你这是诚实善良吗 你这教育的好小朋友吗 这是废话 再说了我是河神呐 我管得了高铁上的事吗 对不对呀 那我这诉苦跟你是委屈的 怎么着呀 你委屈你得往我盒里掉东西呀 你别着急 我把这掉东西吃忘了 掉东西呀 好了我知道 您回去回去啊 年轻人呐 你怎么哭了 跟您说 我来的掉东西了 对 十万块钱呢 全掉在盒里的了 刚取的呀 这十万块钱的 新片了 哥们 全掉你盒里了 你看 我这兜里笼共就五百块钱 那也行啊 什么就也行 你这不还是讹人吗 这不是你说的 你得往我这盒里头掉东西 不是你说的吗 你掉斧子啊 对对对 掉的是斧子 斧子 斧子 哎呀 这就知道 您放心吧 斧子 斧子了 对掉的是斧子 哎呀 这怎么着这是 盈盈盈 哎 哎 哎 年轻人呐 你怎么哭了 我跟您说呀 都看见了刚才 是 我六把金斧子呀 全掉你这盒里了 不 那我 六把呀 你过来吧 哎 哎 这这哎 先先先别哭了 这甭六把金斧子 啊 你趁一把金斧子 你都不至于坐高铁请人坐 知道吗 这不你说的 你掉的是斧子 不是你说的 但也没有六把呀 多少把呀 就一把呀 就一把 一把呀 他得了就一把 还有数 你知道吗 哎呀 我接着裤子 哎哎哎哎 年轻人我跟你说啊 这神仙呢 也分得腰好和腰不好的 知道吗 也有这腰尖盘突出的现象存在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哭什么 我哭的我就一把斧子掉这盒里了 哎对了 我这有金斧子 银斧子 铜斧子 哪把斧子是你的呀 我也不挑 哎对了 分你给我拿回来 你不挑 你不傻这是 这不是您给我的吗 这不是 那你也不能要我这些呀 那怎么着 你要你自己那把斧子啊 非得要我自己那把 是啊 得嘞 您受累吧您呢 哎 我接着哭啊 哎哎哎哎 您听什么呢 啊 您怎么哭了 我哭了 我就一把斧子掉盒里了 哎我这有金斧子 银斧子 铜斧子 哪一把斧子是你的呀 你想好说啊 这这这些 这都不是我的 哎对了 我还是得要我自己那把 钻石的斧子 您说那 是哪啊 您哪 还是把这三把拿走吧 你看那怎么这样呢 加一块没你那值钱 您不是说得要我自己那把吗 你自己那把也不是钻石的呀 那什么的呀 铁的呀 对了 铁斧子 铁 我那把是四氧化三铁的斧子 磁铁呀 有拿磁铁做斧子的吗 那这三氧化二铁的 铁锈也不行 别对付你 那什么什么呀 铁就是 生铁 生铁的 那一分钱都不值的东西 它不值钱就对了 就非要这不值钱的 就这不值钱的铁骨子 就这铁的了啊 别改词了啊 铁的 不是你过一把 我都哭累了这玩意儿 慢点慢点啊 我不是真想哭了 年轻人我告诉你 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不是你怎么哭了 我怎么哭我就是一把斧子跳在河里 我这有金斧子 银斧子 铜斧子 哪一把斧子是你的呀 这都不是我的 我就是一把铁斧子 对了 你呢 我也是一把铁斧子 你呢 我是一把铁斧子 你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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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把铁斧子 你把铁斧子 哎 不 我这把铁斧子 你别别别别 你看看 看得出来了吗 我们单位的斧子都掉在你这河里了 不是 你们都斧头帮上班是怎么着 不是 我们河边许愿们往里扔斧子嘛 那我受得了吗 我跟河底下你们扔斧子往里许愿玩上 那怎么着这事 他们我都不管啊 我就管你一人 哦 他们您不管 就管我啊 对 您这还选择性事 别废话赶紧的 得了这事 你们都甭管了 这儿我盯着 接着哭啊我 活不了喽 别喝慢点 年轻人哪 为什么哭啊 你为什么哭啊 谁也当个委屈 不是咱能快点把这事演完了吗 我保证诚实 我跟您这么说吧 我呀就是一把斧子掉河里了 也不是金的 不是银的 就是一把普通不值钱的铁斧子 年轻人你太诚实了 三把斧子我都送给你了 怎么着我掉了一把 您给我三把呀 您早说一顿顿顿 给我九把 提起来 提起来有请项声组评委 为他们打分 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啊 非常精彩的歌语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说到这个作品当中来 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童话题材 融入到你们的项声当中 实话实说呀 这个灵感呢也是来源于 我们平时上福利院呢 去慰问演出 很多小朋友啊就跟我说 说这个很多项声我们爱听 但是不能完全地听得懂 能不能写一点 我们里外都能听明白的 后来呢 我知道他们想听这样 我就想想 他们什么能完全地听明白吸收呢 我想起童话来了 所以就写了像小红帽啊 灰姑娘啊 三把斧子 三只小猪等等 二十来个作品 当然了也是大伙 帮我这验证啊 这么着写出来的 小朋友跟我说 说我也希望你们 不来福利院的时候 在电视上能看到 属于我们小朋友 自己的童话相声 今天呢 我也想帮他们实现愿望 当然还得感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您 谢谢您 孩子们看到了吗 我们喜欢的两个大哥哥在这呢 我们把上一组的小品演员 请上舞台 有请他们 来 时间交给出去 您跟我们说说吧 这是一个根据童话改编的象征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两人表演非常的好 配合得很默契 节奏呢 也比较紧凑 可是有的时候呢 就过于紧凑了 是不是 过于紧凑了 由于过于紧凑 两人声音又都是那么高调的 所以让观众听起来呢 就有点糊涂 就有说听不清楚 所以在紧凑当中 再稳重一点 这一番一番一番 要稳重一点 让观众听得清净净净 因为相声就是一种语言艺术 语言表达不清楚 那就失去它相声的意义 这个捧根呢 我再有点小小的建议 再跟豆根的配合得再好一点 好吧 好 好 好 多了 谢谢您 感情不合 可能真的是因为在比赛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是 是 是 所以它可能后来是有点越来越快的感觉 但是我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金言啊 我今天是第二次看到她在现场参加比赛 我今天就是因为我很爱财 所以我今天我看到了你的问题 我一定要提出来 你们下午在排演的时候呢 你们就没有认认真真的把它走出来 你们两个就像对词一样的 稀里糊涂的就把它说完了 这个最大的缺点就影响到 你们晚上正式演出的时候 你们对节奏的掌控 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快五十年 我没有一场排演 我敢这样轻轻松松草率的过去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今天的教训 谢谢您 一定要把排演当成正式演出 说演戏演戏 就是要演这个戏字 细腻的戏 越细腻的戏越好 我觉得这个小品我很喜欢 我觉得它呢 首先是从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去取材 所以它展现的人和事呢 让我们感觉到真实 亲切和自然 还有我觉得 你们又赋予艺术想象力的 把这个单车呢 做了泥人化的一个处理 赋予了它生命和情感 会让我们每个人 从今以后呢 会对你另眼相待啊 明白 谢谢 谢谢老师的建议 加油 来 我们听听 好 先用掌声来送给我们的这两位演员 谢谢 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 休息一下 好 来吧 看你们的分吧 我得了 请各位评委 两分 今年 马春然 你们的最后得分是 92.88分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真好 尤其是 刚才听几位老师点评的时候 特别感慨 我们点评嘉宾的作用太关键了 既要找出作品当中的好 还要发现尖锐地指出 作品当中的不足和瑕疵 所以接下来掌声 送给我们的各位点评嘉宾 作品是这样 生活当中更是如此 接下来这位女主角啊 她就容不得生活当中 有半点瑕疵 这样好还是不好呢 来 一起认识一下 她和她的家人 给你上来个事 无论如何 这次不要让我在演什么 送水的刷墙的快递的 你让我演个王子行吗 帅哥 不是 石磊啊 你作为上海 这么专业的舞台演员 你这提这个要求 太不专业了吧你啊 求求你 你是我老婆 又是我导演 工作时间啊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换一换 你要不换我不演了 你敢 你敢 我就敢怎么样 不所非的吧 我不演了 我继权 可以吧 你敢 我就敢 我不演了 你敢你 那我摁哈 你敢不敢演员 我一会儿看她演不演 对 11号309 家里有人 好的 谢谢你 妈 你可给谁打电话呢 物业 你看这楼上漏水了 把我们家墙面 弄得一塌糊涂的 我通知物业的师傅 马上过来搞一搞 先不要管这个墙了 快看看 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穿哪身衣服合适 这身 这身 以我的眼光啊 我就穿这身 白说了 妈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穿成这样 男的啦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不就是你那个男朋友 第一次上门吗 你不要搞得像真的一样 我又不喜欢的咯 只要你同意就行了 好吧 妈妈 你看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怎么能穿成这样呢 这衣服 瑕疵 对 我穿的衣服都有瑕疵 瑕疵 好吧 我不跟你说了 买菜去 妈 又怎么了 把这束花给我扔掉 这也瑕疵 你帮帮忙 好了 这是我昨天刚刚买回来的 妈妈 我男朋友花粉过敏的 哎呦 村爷 她怎么不对你过敏 什么 哎呦 瑕疵 瑕疵 全都是瑕疵 散灵球 散灵 散灵窑 散灵球 散灵窑 散灵球 中间的树上哪儿去了 我先打个电话 你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林小姐啊 你在家吗 我在家 你还能找到我家里来啊 不不不是 你别管 我就说一句 就说一句啊 一句可以 你看啊 咱们做人要凭良心 那天我干的事 是不是建议勇为 你行李最清楚 对不对 那天晚上 要不是我及时 歪歪歪 真的就让我说一句啊 好 是你比我的 来了 来了 林小姐 你好 进来 快进来 不用换鞋了 进来了 咱们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你看 不用看了 就是这面墙 等一会儿刷的时候 小心一点 别把涂料滴到地板上 千万不要有瑕疵 开始吧 等等 林小姐 你让我耍墙 对啊 我的事还没说呢 明白 只要你把这面墙给我刷好 咱们一切好商量 行吗 刷着墙一切好商量 好商量 我刷枪 现在的人呢 下次 林小姐 这墙脏了 刷一刷就掰了 人要是没有清白啊 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对不对 对吧 喂 物业 什么 什么 你们今天太忙 派不出人来刷墙 派不出人来不早说 下次 你说现在的物业 这种服务态度 他们 干什么你啊 你不是物业的 你不是物业的 我没说我是物业的 我没说我是物业的 你是谁 我是我 我是谁 我是谁 你是林神 我是林神 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你没认出我呀 我 那天晚上 我戴个头盔 健义勇为 放开那个女孩 我 大哥 对啊 你就是那天晚上救我的那个大哥 就是我呀 你这个人 太坏了 你还真的找到我家来了 你还冒充物业 谁冒充了 是你拉进来让我耍枪的 我 那个大哥 今天我们家有特别要紧的事 你你你先走先走行吗 不行不行 今天我必须把话说清楚了啊 你看 那天我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的外卖不至于撒了一地 对不对 外卖多少钱 你听我说 我不是要钱 我是说啊 那天我要不是为了救你啊 我不会被那两个罪鬼打呀 医药费多少钱 不是钱的事啊 我是说啊 要不是为了救你啊 我不会得十个差评啊 就不知道了 你早给我处分 罚了五千块钱啊 一万你可以走了吧 两万行不行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你就让我赔黑国 我赔 我告诉你 我今天可是由背而来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写的证明材料 你别怕 我把它念给你听听 你看有没有对错啊 9月29号 在一个黑洞洞的夜晚 被害人灵珊就是你啊 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被两个罪鬼 实施强暴 强暴 未遂 被路过的快 你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啊 一失两份 你 你别动啊 被路过的快递员 李大柱同志应勇地制止了 你别动 李大柱同志一回头啊 灵珊同志自己跑了 李大柱同志二回头 两个罪鬼都跑了 独自留下我一个人啊 承受着不白之缘啊 这叫什么事啊 停 你想干嘛 你到底想干嘛 我不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给我 签个字证明 我是清白的呀 我不能给你签这个字 为什么呀 这是我生命中的瑕疵 我绝不允许 我生命中有任何的瑕疵 那你不签我生命中 就有瑕疵了 大哥 我可是个女人 你钱了你也不会变成男人啊 你这个人哪 看上去忠厚老实 你怎么那么自私呢 谁自私了 你想过没有啊 这证明一签字你拿给谁看 给我们公司老总啊 你们老总一给你开表彰大会 你同事是不是都知道了 很有可能 你同事是干什么的 送外卖的 那点外卖的不是全都知道了吗 我们送外卖的嘴都这么碎吗 大哥 你看看我已经三十好几了 我好不容易骗到一个人 不不不 我找到一个人愿意娶我 我男朋友可是很保守的 虽然那天晚上我没背 那什么 那万一他要怀疑我背那什么 我不比那什么还那什么吗 你说什么呀 大哥 我要是结不了婚 嫁不了人 你娶我呀 我可以考虑 什么 我绝不考虑 这是哪来的音乐呀 是我的售集 大哥 我说了这么多 你能理解我一天天吗 我理解了 那你先 你先给我写个字吧 我的妈呀 我回来了 游士敬招妈 按你的丰富全部搞定了 菜也买了 花也扔了 你谁呀 双强 哦 物业子 我不是物业的 临时工 我也不是临时工 那你是 我是瞎词 不是 我是找林珊的 你找林珊干什么 我跟林珊的事您不知道啊 你跟林珊 什么事啊 能说吗 不可告人啊 珊珊 珊珊 你今天到底有几个男朋友上门啊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觉得这个人啊 比你那个凤凰男啊 强多了 他一进家门就帮着干活呀 那个人他做不到啊 你怀疑我的眼光啊 小伙子啊 你看阿姨这身打扮 怎么样啊 好看啊 我妈在家里都是这么传的 哎呦 太接地气了 太实在了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 妈妈 我求求你 先出去一会儿行吗 当然行了 我再不走 他也不识相了 小伙子啊 你不会对花粉过敏吧 什么是过敏啊 太好了 妈妈 我现在啊 就把花儿给你们找回来 慢走 伯母 妈 不是 我叫出来 谁叫妈呢 不是 我是说啊 我要不是看在咱妈的 不不不你妈的 伯母的面子上 我才没有说传这个事 大哥 你真是个好人 我谢谢你了 不不不 林小姐 你别客气 我这个人 我乐意帮助别人的 可是大哥 你看我 我这今天 我这实在是 看来你今天这个事 真的对你很重要 那我要不改日 那我就先 大哥 你同意写这儿了 同意写这儿了 大哥 不是 你看我就不明白了 我感谢你行不行 我给你钱行不行 不是 你非让我在这个证明上签字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林小姐 我刚才说了 我这个人乐意帮助别人 我嘴笨 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可我就觉得 不管是谁碰到这样的事 就该路见不平一身后 我不图别的 我就希望我以后 还能一直做这样的人 我看你那个样子 你也不同意 走之前 我在帮你最后一个帽 我帮你把枪耍了 这么漂亮的房子 就这么弄脏了 也没人管 你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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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 m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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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は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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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ıııııı 你是好人 让我谢谢你大哥 林小姐 我跟你说 像你这样的人品 以后碰到这样的事 肯定还有人帮你的 太好了 我这下终于可以证明 我是情败的了 我现在就 不对啊 我想起来了 我给我们公司领导一看 那肯定忍不住要表彰我的 好事啊 那我们送外卖的都知道了 怎么了 这片点外卖的也都知道了 不能吧 我们送外卖的有些人嘴还是很碎的 可是大哥 我也不能为了我的清白 就不顾你的清白 你说的好 你说的好 我决定了我不走了 我把这个留下来念给你男朋友听 不用 你放心 我再念一遍 那个大哥 9月29号的夜晚 大哥 请小品组的专家评委为他们打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旁的这位男主演石磊 来自于上海市洪口区文化馆 而她身旁的这位扮演妈妈的 陆兰真 陆大姐 她本人也不是一位专业的演员 这个演戏是我的业余爱好 她跟随了我二十多年了 可以看出我们群众文化工作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 可能就是普通的 大家一块去跳跳唱唱 这也是一种 但是我们最近 有一种创新的模式 叫社区剧场 有些记性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一小段 像我们刚才这样的小品 演完以后 下面的观众可以举手 我认为这个戏的结尾 不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好 上面的演员 就是那些社区的业余演员 就按照他们的这个剧情 来现场来记性的表演 现边现眼 对对对 真好 社区小剧场 希望今后我们可以 依靠这样的社区小剧场 打造出更多贴近生活 贴近百姓 能够用真情实感 去感染人 打动人的作品 让咱们的群众文化舞台 能够成为一方强信心 聚明心 暖人心 祝童心的艺术天地 老百姓真正的 心中的舞台 好吗 您说得对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评委 给你们的打分 好吗 请评委亮分 小品清白最后的得分 91点08分 明天呢还将会公布 你们的观众评委的票数和得分 好吗 一起期待一下 主持人 有请 观众朋友 国庆假期期间 当我们和家团员 安享欢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有一群人 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守护着我们的平安 他们就是人民警察 今天他们当中的代表 也将走上我们这方舞台 来展现他们的另一面 来 一起认识一下 一 立临 张索团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 我是一名来自机层的民警 我们来自110报警服务台 大家平时看到我们更多的是 执勤执法工作当中 比较严肃的一面 今天让您看看我们的另一面 警察为您说相声 我们的节目来自工作中真实的故事 您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了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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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街景中心接电话 孙老师 没弄错吧 我们都是同学 他们 我 合适吗 合适 怎么了 接电话 这不斩个罪就能干吗 这可不一定 不信你接几个试试 那这是哪 110报警服务台 试试就试试 来 来 喂 您好 我是110 你是110 我是110 真是110 真是110 太好了 怎么了 我问问你 几点了 喂 喂 您好 我是110 你是110 我是110 真是110 真是110 小额贷款需要吗 喂 您好 我是110 你是110 我是110 真是110 真是110 听得清楚吗 清楚 信号稳定吗 稳定 太好了 怎么了 这手机我买了 是手机呢 喂 10 114 查我台电话多少啊 喂 110啊 我这里打不脚缺几啊 给我较量缺好吗 喂 110啊 我这网速太慢了 你们管不管啊 喂 110啊 我脚的外卖怎么害不来啊 饿啥我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都不归110管 严重占用报警电话资源 没错 没错 但是我们街警中心的同志们每天都要热心的处理这些电话 这怎么热心啊 你看啊 您好 非警物求助建议您拨打市政府热线12345 您好 我建议您拨打铁路咨询热线12306 您好 我建议您拨打消费者热线12315 明白了 这 哎 孙老师 嗯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有没有那种有警情的电话 有啊 你就接电话吧 接就接 来 来 看这回的 师师 你是110吗 对 我是110 哎呀 救命啊 拍手组有警情 赶紧出警 叔叔你快来 要不我就没命了 小朋友 怎么了 我打不过他们 他们装备太好了 三机头 三机包 三机甲 满配MC 等会 小朋友 吃鸡呐 外拍手组 你们先别去 都到了 哎呀 哎 你才确信眼呢 喂 我是110啊 对 我是110 您报警 哎呦 大半夜我不报警 我打什么电话呀 那您什么事 我快来啊 有几个小车楼 拿着刀子呀 在我的车旁边乱转呀 一个个五大三 说好凶好凶 拍手组 这回真有警情 赶紧出警 哎呀 太好了 你一来我就安全了 你一来我就放心了 你一来我就踏实了 你一来 喂 阿努不要来了 怎么了 他们是农贸市场卖肉的 您倒看清楚了 喂 派出所 你们先别去 又到了 对 我是确信眼 喂 10啊 我把自己给锁到后壁箱里了 你们快来啊 喂 10 我做梦被人打了 这能报案吗 喂 姚玲啊 我一着急进了女厕所 这可怎么办呀 喂 姚玲啊 我看见外星人了 你们过来看看 这是镇的夹子 这都什么呀 我怎么跟人派出所说呀 这不是浪费警力资源吗 不行了吧 判断是否出警 也是我们的业务工作 需要我们用一颗细心 来避免警力资源的浪费 这怎么细心呢 您好 您别着急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遇到了什么困难 您好 您把电话调成免急 让我跟对方沟通一下 您好 您别紧张 说一下现场的情况 我们会帮您的 明白了 苏老师 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那种必须出警的 有啊 这种电话 对你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没问题 你就接电话吧 你接就接 来 来 看这回的 喂 110 对我是110 赶紧来 怎么了 要不然我就炸楼 外派出所赶紧出警 这位大多 您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这楼上的大半夜的 什么 就是那个 想吧 你们这个 靜 停 你们楼上蹦堤呢 是啊 多搅和我们家装修 我们家装修日夜赶工 等会儿吧 半夜装修您也扰民 反正他们家 当当当 我们家就当当当 当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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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领领领领领 当领领领领 你们家住取义团 别管我住哪 反正惹急了我 我就逛当去 都别活了就 这怎么办 同志您要冷静 不要有过激行为 等民警到现场 帮您解决 哦 这么说 喂 你是110吗 对 我是110 是不是有个事啊 啥的 找你们警察呀 大娘您什么事 这不前几天呢 我接着一个电话 让我上电视 想起 跟不同类型的老头 一起奔跑啊 先缴五万保证金 节目录完了呀 钱退我 还送我一个老头 大娘 我明白了 这钱不能汇 我问你不是这个呀 那您问什么呀 我是想问问你 我到底呀 选哪个老头 你选什么老头啊 这假的 哪是假的呀 照片啊 我都看了 我中医的那个老头啊 一笑两个情活呀 长的呀 跟他讲困的似的呀 哎哟 别电就讲困了 这钱您汇出去就没了 呸 乌鸦嘴 你这个孩子说话 咋这么不中听呢 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 狭管呀 我跟你说 你要耽误了我奔跑 你配我老头 我哪儿找老头去呀 这又怎么办 他儿所吗 有群众被偏要汇款 赶紧出警完结 您好大娘 您啊 先别着急 您把栏目组的信息告诉我 我帮您联系 明白了 喂 你是110吗 对 我是110 我快不行了 我就想跟你们说说话 姑娘 你怎么了 我失恋了 我想活了 别 我吃了安眠药 我知道你们的电话 有录音 我想留下 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声音 姑娘你在哪儿 在哪儿 再见吧 在 我问你在哪儿 你别再见 姑娘 你听我说 别挂电话 姑娘 俗话怎么说来着 叫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不是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说这儿干嘛呀 你别着急 那叫什么来着 飞流之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姑娘 明白我意思了吗 明白了 让我跳楼 对 跳 跳什么楼 这又怎么办 妹妹 你冷静点 千万别做傻事 这样 把男朋友联系方式 告诉我 让我来联系的好吗 妹妹 你慢点说 孙老师 这回我真明白了 原来接电话 也是一门技术 不仅需要热心跟细心 还得需要一份耐心 何止细心热心和耐心 其实这是一份对人民群众的责任心 110接近平台不大 但却联系着万户千家 老百姓平时几乎遇不到什么大案要案 一旦有危难 最直接的就是拨打110找警察 110是打击犯罪的桥头堡 110是治安防控的信息员 110是应急处途的处罚器 110更是老百姓心里的保护神 他是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第一形象 我们常说我们是人民警察 在人民和警察之间联系这两个词的就是 110 孙老师 您放心 我一定会当一名合格的警察 不 合格的人民警察 你好 我是110 你好 110 就觉得咱们人民警察为老百姓办事 真是特感谢 咱们这个110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 110 谢谢你 我们常说 来到西方飞扬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上盛组的评委 为他们打分 刚才舞台上的每一位 都是我们身边真正的人民警察 他们确确实实是在110街警中心 工作的同事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欢迎 您二位介绍一下 你们来自哪里 超前说 我是来自咱们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基层的民警 我是来自北京公安局石井山分局的民警 我有个小问题 就是刚才那么多的报警电话当中 有多少是真的 有多少是假的 应该全都是真的 对 就是那么多奇葩的报警电话 全都是真的 没错 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 在锁后备箱里的 对对对 它都有原型的 真有其事 真实的故事啊 比这好玩 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呢 就说了一句 警察同志我爸自己关后备箱来了没快来啊 实际上这么回事 几个几个喝酒吧 走的时候啊 坐不开了 富于一人 说咱怎么办 也别打车了 咱还浪费钱 说你钻后备箱吧 就搁后备箱了 开回去之后啊 把它给忘了 一锁车门就全走了 那哥们喝多在里边一躺躺了好几个小时 哎呦吧 这怎么办 大110 赶紧来人吧 就这样就这事 真的 友情到此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那个走错厕所那个也是真的 也是真的 这也是真的 百分之百真的 我给展现一下行吗 好好好 喂 你是110吗 对我是110 我一着急进了女厕所 没问题 您上完就出来呗 怎么了 我是男的 你 你是男的你更得出去了 不是 我要出得去我就不报警了 你等会儿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你以为我这么说容易吗 这门口都排着队呢 用男的声不进来打我一顿啊你 这都是真事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太不容易了 向你们致敬 向你们致敬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 电评嘉宾怎么说了 好嘞 请出上一组小品演员 好的 欢迎 来 出去 刚才老爷子赞不绝口 您跟大家说说您看这节目怎么样 非常高兴 很难得的事 就是这么一个严肃的这么一个体裁 你们用相声来表达 这是难为你们了 并且效果还这么好 还得到观众这么样的满意和鼓励支持 真是难得你们 另外 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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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演水平 我说你不是个业余的 你说像说多少年了 您真的是警察吗 应该不到三十年吗 二十多年 说像说了 二十多年 二十 你看看 真的 那您多久没有上台表演了 有十几年吧 十几年没参加 也是不容易的事 非常非常好 二位配合的也非常默契 就是有一番 你凉活的这个 和稍微紧一点 如果再炖上一点 吃鸡炖做 那个炖 要商量商量 非常好 谢谢你们 真的真的 喂110吗 这边有评委 有嘉宾在这提意见 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看到了不是专业的演员 表达出了表演出了专业的水平 您的那个说学逗唱 模仿声音表情 我在台下也非常的佩服的 那个 我想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 我们不能够用110 因为打电话向你们致敬 这也是不对的 让我们全场现在 当场向他们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谢谢 刚才这个小品清白 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你们这个小品呢 揭示了这样一个利益 就是说 人在追求自身清白的时候 不要给他人带来瑕疵 我觉得这个利益令人思索 而且你们的小品 有些细节设置得很好 比如说你用一个口头禅 瑕疵瑕疵 就给我们刻画了一个 大龄的那个追求完美的 这样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 还有我觉得那个就是粉刷 那个墙壁的这个行为 这个行动 我觉得设置也很好 和你的主题利益有一种 有一种暗暗的一种关联在里头 如果说再加强的话呢 我觉得是这个小品的情理逻辑 比如说你从拒绝在他的 救人的证明上签字 然后到最后同意签字 这个情理逻辑 我觉得好像还需要再加强 另外还有母亲 面对自己一个大龄的女儿 一直没有嫁出去 她今天第一 她的男朋友第一次来家里 她表现的那种冷漠 甚至还有一点讽刺和挖苦 这个情理逻辑 我觉得也需要加强 好吧 我觉得这一点建议 好 我们期待着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更加精品的作品 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加油 好的 我们来期待着相声的分数 是 我们也期待着你们明天 加上观众评委的分数之后 会得到怎样的成绩 好不好 谢谢 掌声再次送给二位 谢谢辛苦 好的 好了 两位人民警察 看看我们的评委 能否给你们满意的答案 各位评委 请亮分 最终的得分是 95.34分 掌声算给二位 谢谢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本场所有的作品了 按照惯例 到这个点 我们都会安排一部 由优秀的喜剧演员 为大家带来的一部作品呢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再来接下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首届 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的决赛现场 有情有佳 有雕牌 本届没有食品 用雕牌喜结金 独家冠名播出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接下来 要登台为大家表演的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杨绍华 杨毅 父子俩 谢谢大家的打赏 这次能参加中国首届相声小品大赛 我们站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高兴 阔别这个舞台十好几年了 阔别这个舞台以前的相声大赛都参加过 十几年没有说相声了 我觉得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先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有必要吗 有那个必要 十几年没说相声了 有热爱相声的观众我怕都把咱淡忘了 再一次介绍的话显着咱们礼貌 对 应该介绍一下 我是个相声演员 我叫杨毅 我叫杨绍华 我们是亲父子俩俩 他是我爸爸 他是我 怎么上来就错了 错了 嗯 我有点紧张 您紧张什么呀 咱俩俩不排练的好好的吗 在家里说您是我爸爸 我是您儿子上来 咱俩说我是您爸爸 您是我儿子 这多闹得很啊 您不用紧张 这个舞台您并不陌生啊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您参加的太多了 对吗 都参加过什么样的节目 跟大伙说说 参加过初节晚会 啊 还有那个 我 我的那什么 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 参加过中央台这么多的节目 您怎么会紧张呢 这也难怪 岁数有点大了 跟大伙介绍介绍 今天多大岁数了 还小着呢 多小啊 87了 87岁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要虚一岁的话 就88岁了 接近90岁的老人 要站在台上说一句错话 忘一句词 我相信观众会原谅的 那谢谢人家 80好几的人了 我们 我们家哥好几个 就是说家里开会研究 像我父亲 基本上一般的演出 都不让他参加了 像什么商演呢 一些个企业开业活动 都不参加了 但是像小品大赛 像春节晚会这样的节目 咱们必须参加 作为一个演员 这是一个责任 也是我们的荣耀 但是有的观众就问了 你爸爸这么大岁数了 我干嘛还让他参加这样的活动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 我问问您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像小品大赛 出名 那个 那个出完了名呢 赚钱 是 这个出完名都赚钱 赚完的钱怎么办 交税 交税是对的 因为这个税啊 作为演员 你不交早晚是个事 是吧 交税是对的 这个 那个税都交完了剩下的钱 您干什么了 买房 买完房 比如说 还有点钱 给你找个后妈 我父亲 太不严肃 太不严肃 您这说话太不严肃了 你说像不就这么来 逗人大伙乐吗 对 我父亲宗旨是为逗大家欢乐 有的观众问你 父亲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舞台 他跟我说过 舍不得观众 舍不得这个舞台 但是来讲 您这岁数太大了 因为这次我们这个组委会啊 早就给我们打电话 说让我们人俩参加 我们家开会啊 准备了三个节目 准备了一个戏曲的节目 准备了一个说唱的节目 准备了一个那个舞蹈的节目 我们人俩练了有半年多吧 一句词记不住 记不住怎么办 就说别来了 别来了 您说怎么办呢 不来还不乐意 非得要来 您说来了之后 您上台又忘词 完事之后上台 您又说 我是您爸爸 这都胡说那都不行 知道吗 像以后这样的活动 今天当着大家面 也算是谢绝舞台以后 不要参加了 第一嘴皮子不利唆 第二脑筋跟不上 你打住 什么 谁嘴不利唆啊 就是你嘴不利唆 是我嘴不利唆 您看 您说说急了 您嘴皮子利唆 您给我们来一段 你说来一段什么 所以简单的 在想当初 楚国王王相语 暮声重同 帐下有八千子兵 公务不局 战务不正 直接一遍 我说你比几厉手 您这掌声把他救了 再不鼓掌他就完了 真的 OK 这个 这个东西就算您说上来了 这东西太老了 新兴玩意儿咱没有 新兴玩意儿我也有 您有什么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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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您有什么我还不知道 有 有什么 朗读 朗读 咱后面来排练可是朗诵 朗诵 对朗诵 不是朗诵 后来咱们排练 就是文学 文学 来个朗诵 是诗啊 当然不是 那诗干嘛 就是那 那叫什么 散文 散文 对 排练是散 这个散文我可没听您说过 散文您会吗 当然了 来个朗诵散文 这是一看今天 不管是相声界的 还有影视界的 小品界的 您要在这朗诵个散文的话 您要朗诵不上来 咱可就寒诊了 寒诊不了 怎么了 你注意听着啊 是吗 西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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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西别 可西的西别了的别 哦 西别 我是永远的爱恋 在五年前 毫无思故中 就告别了甜美的故乡 又走到繁荣闹杂的都市 那里借着我天真与活泼 至今只能背背的行囊 怀恨着居住 杨周叔说 再见吧 亲爱的北京 好 好 想说怎么样 你说怎么样 不不不 真好 你说 我服 您这拿过来就敢说 真的 您这个 是呀 刚才那段也不错 就是老了一点 这段呢 西别呢更好 但是来讲 跟相声没关系 这个相声 站在这说几句 他得逗论 脑子反应得快 说出来大家得有情趣 你脑子快 是我脑子快 您脑子快 你听这掌声就知道 我一说话 人家落 你说个妈 你说个妈 中国人哪 中国人是礼仪之邦 有传统文化 像您这岁数 您说什么都鼓掌 这是礼貌 您不要认为您真好 我真说一个治理测验 您真猜不上来 咱可就寒碜了 我不相信 你说呀 我说一个 你说你说 你看我们人俩在家里也这样 老是抬杠 这个儿子不扶爸爸 爸爸不扶儿子 我说一个简单的 您听着啊 说这个咱家的小汽车 你知道吗 咱家的小汽车 您天天坐吧 天天坐 咱家的小汽车 几个轱子 我不知道 四个轱子 一看就不观察生活 咱家有一回 咱在马路上 那车胎爆了 从后面拿出来一咕噜 那叫什么 那叫备胎 汽车是五个咕噜 五个 五个咕噜 五个咕噜 这就不知道了 生活当中 简单的常识都说不上来 我再说一个 您猜猜 说咱家的小汽车 您坐过吧 咱家的小汽车 几个咕噜 四个咕噜 备胎呢 那五个咕噜 五个咕噜 五个咕噜 猜上来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还有啊 还有啊 说咱家的小汽车 是五个咕噜 说我开着拐弯的时候 急了一点 急了一点 噔 掉了一个 还几个咕噜 那还是四个 您听明白了 说我拐弯的时候 急了一点 噔 掉了一个 几个咕噜 噔 掉了一个 那咕噜呢 那咕噜不算 那咕噜 那咕噜没猜 还在那搁着呢 我说一个 你猜猜 您说一个 这远看呢 是小孩 近看呢 月粉盘 走进留神看 又像小孩 又像月粉盘 你猜这个 罢了 难怪是我爸爸 说出来终于一套一套 四六八粒 这我还真猜不上来 您给我说说这个 远看像小孩 近看月粉盘 走进留神看 又像小孩 又像月粉盘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小孩拿个月粉盘 就是 太不容易了 真好 杨绍华老师 德高望重 身体多好啊 再次让热烈掌声 送给父子俩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在公布 今天最终排名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回来 这里是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的决赛现场 有情有佳 有雕牌粉 谢谢 谢谢 截止到现在 本场比赛的目前排名已经确定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小品组的排名情况 马上来看上胜组的排名情况 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排名 在明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将会公布 今天每部作品的 观众评委的得分 并公布最终的排名情况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崔凯评委 对今晚小品组的三部作品 做一个点评 有请 感谢今晚三主选手 在这里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 关于评分和评判标准问题 我们小品组的评委 在有的节目上 这个分数拉开的距离很大 我们是从不同角度 有所侧重的打分 比如说 龚汉林老师 蔡明老师 他们侧重从你们选手的表演 驾驭作品的能力 和你们的完成程度来打分的 那我和王老师 马老师我们主要从作品 还有综合的体现来打分的 这样一综合 那么最后的平均得分 就更加客观和公正 你们会觉得打分怎么不一样呢 我们现场效果那么好 有的评委怎么给我们分比较低呢 因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评判的标准也不一样 我们的小品要追求 有品位 有讲格调 讲责任担当 努力把我们那个小品 从滑稽 搞笑的表演 提升到叫得响 留得下 传得开 具有正能量 价值追求的正确性的作品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相声组 石副宽评委 对今天相声组的表现 进行点评 谢谢大家 只想谈一点感受 这是第三场比赛了 通过这几天的表演 向观众朋友们 呈现了我们相声表演的多样化 几天观看下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相声 就是接电话 110这个节目 为什么他打动我 一 选台 选得准 他选了是110这个电话平台 特别是 通过这段相声 充分地表现了 人民警察 为人民的大主题 好就好的这儿 这个节目 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只有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 才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谢谢 谢谢石副宽评委 艺术创作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归根到底就有一种 那就是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那么观众朋友 第三场决赛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 在这里让我们再次感谢 各位评委的辛勤工作 也要感谢我们点评嘉宾的精彩点评 当然还要感谢舞台上 每一位选手的精彩演绎 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亲情陪伴 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们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用笑声 刷新每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你笑笑笑朋友 快乐不太难找 你笑笑笑声小品 好笑家好 我特别希望在这一期大赛中 我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们 在舞台上 在他的作品当中 吹一股清风 树一红正气 让人除了在欢乐之意外呢 还有很多精神上的享受 一个角色的塑造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就四个字 无可替代 不要想你像他 而是要想你是他 笑之上要有审美 审美之上要有引领 引领之上应该有认知 让观众发自心底的笑 这才是好笑声 我们应该在这里面 起到一个引领作用 起到一个让大家 往这个方向走的作用 提高民主的修养 提高民主的文明 让我们共同见证 一场属于新生代喜剧人的 圆梦之旅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 用笑声刷新生活 来来来 这我给你说一段 你的笑声将用说学逗唱 你听得好 你笑就笑 朋友快乐不太难找 你想笑就笑 相声小品打开门梢 说学逗唱 你藏着生活的情调 抖一抖 抱负快乐在吉祥 你笑笑就笑 哦快乐不太难找 你笑笑就笑 相声小品送来家要 小看人生是有了烦恼不计较 跳一跳 听到明天再想要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